为了防治登革热的疫情 简安相公所在6月3号开始 要展开第二次18村巡回消毒工作 除了清洁队的消毒车 会在大街小巷喷洒药剂 乡长游淑珍还亲自带领清洁队 进入社区各个福气站进行宣导 加强民众防治登革热的正确认知 同时也请大家要做好 寻到清刷四个步骤 落实环境清洁卫生 避免蚊虫之身 天气越来越热 登革热疫情在台湾南部升温 为了防治登革热 简安相公所6月3号起将展开 第二次的巡回喷药防治作业 113年防治登革热第二次的清销 即将开始 虽然是我们水性的药剂跟喷雾剂 但是还是要呼吁所有的乡亲 能够收拾好自己户外的重要的物品 或者是医物来防止其他的这样的免疫伤害 那我们从6月3号开始 两个月的时间会在18村各项弄邻里 来进行防治登革热的这样的一个药剂喷洒 在防治登革热的喷洒的同时 我们这次走入了社区邻里 到达了健康站文件站跟各个关怀据点 让长辈们能够了解到 我们不只能靠药剂的喷洒来杜绝登革热 而是从生活的周边 我们必须把储水的花盆 或者是户外的这些容器 能够做好寻到轻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来一起让虫虫 让蚊子让它们没有生存的地方 这才是维护好登革热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走入社区 除了清洁队消毒车会在18村大街小巷 喷洒药剂 吉安湘工所还特别前进社区福气站及关怀据点 透过有奖征达宣导 加强民众对防治登革热的正确知识 清洁队表示 防治登革热的用药 经过稀释调配之后对人体没有危害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紧闭门窗 收好户外的衣物和食物 并且把宠物或家禽移到其他地方 同时也请大家能够把周围水沟上的杂物给清除 各村的喷药日期 可以上吉安湘工所的网站来查询 借旅会吉安湘报导